民政党领袖早前批评 行动党秘书长兼交通部部长陆兆福 以港部局官职或议长职位 安慰被除名的原任议员 对此陆兆福昨晚在火箭报直播节目上回应 政治委任一来不违反法律 二来是制度允许 而且相关人士也有经验和领导能力 陆兆福强调 行动党公开委任原任议员官职 不是台底下的交易 相比之下 为何民政党主席刘华财 不敢辞职上议员职位 在去年大选时攻打国会议席 他一定会批评我们 那么你问他 他自己没有委任过非议员的人 担任过其他职位吗 那么你本身的这个党主席刘华财 都接受这个上议员吗 上议员也不是被民选的吗 为什么他上一届大选他不敢竞选 如果你问回民政党的这个算盘 为什么刘华财上一届大选不敢选 最好的一个问题 如果问回民政党 为什么他不敢选 为什么身为一个党主席 你上一届全国大选没有攻打国会议席 因为他怕输 他的算盘也是算了 因为他攻打一个国会议席 他必须要辞掉他的这个上议员的职位 因为他刚刚2021年 应该是2021年成为这个上议员 所以如果2022年的年尾 他要打这个国会议席 他不需要辞掉他的这个上议员 所以结果他不打 他不打国会 为什么他知道他也怕输 如果怕输了过后 这个下议员就做不到 下议会的这个 下议员的这个国会议员做不到 上议员也没有了 所以他的算盘就是 我保住那个上议员的职位 现在打州选 去槟城打 槟城也是要躲在一个 可能是土团的一个选区来打 不知道打哪一个选区 今晚宣布了 那你觉得他会上阵吗 他一定上阵 他一定上阵这个槟州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上阵宾州州议会 他不需要辞掉他的上议员 所以他有保险的 他知道有保险 为什么他不敢打国会呢 因为国会要辞掉那个上议员 所以这一点呢 吴东江你的民政党 看回自己先 不要讲这么多 针对宾州行动党候选人大换学而引起的反弹 陆兆福坦言 临选候选人的决定 肯定怎样都会有人不满 因此行动党要允许不同的声音 同时也要向选民讲解 以便获得大家的支持 陆兆福也强调 如果党员以独立人士身份上阵 就会自动失去党员资格 并且我们也换人 也换很多人 大家媒体也看到有一些 可能不同的声音 一些不满的声音等等 这些都是预料中的 是 我们也没有说 没有预料 你换人就100%是顺畅的 100%每一个人都接那里的决定 肯定会允许一些的 不同的看法 或者一些不满的声音 最终我们还是要 以党的那个立场 党的这个大方向 来讲解给我们的支持者 讲解给选民了解 当党做出决定的时候 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 大家都可以接受 如果任何一个不满的声音 他发表 但是最终如果他是去做出一些行动 或者做出一些举动 那么肯定党也是有党的这个规则 来去处理 所以昨天在槟城有媒体问我 如果有任何不满的党员 去攻打独立人士 你怎么办 我就说党内肯定有一个 我们的一个规定 任何一个党员 如果行动党党员 如果他以独立人士的身份上阵 他就设去党的这个资格 党的这个党员的这个身份 这么简单而已 所以我们绝对不允许任何一个 行动党的党员 去打独立人士 陆兆福叶表示 行动党在宾州的排兵布阵 不但要想到未来五年如何执政 也必须考虑到下一届的大选 因此必须派新人出战 他也强调 行动党支持曹关友继续领导宾州 一旦赢得人民委托 这也会是曹关友最后一次担任宾州首长 党员出带的地方